19道荤菜的神仙做法嘎嘎好吃 第一道 火锅店的小酥肉为什么那么酥脆 到底是面粉炸还是淀粉炸 小酥肉一定要选用这种梅花肉 这种肉肥瘦相间 做出来的口感更饱满 梅花肉切条 放盐 五香粉 花椒粉 白胡椒粉 葱姜 水花 料酒 生抽抓拌腌制30分钟 准备一包小酥肉专用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空盆倒入鱼蛋 加适量的水搅拌成粘稠状 再加少许的油搅拌均匀 这样炸起来才更酥脆 再把面糊倒入腌制好的梅花肉中 搅拌均匀 让每一块肉都裹上面糊 锅中五成油温 下锅开炸 把裹好面糊的梅花肉 一条接着一条下入油锅 小火炸3到5分钟 定型后捞出 等油温升高再复炸一遍就可以了 酥酥脆脆一片 成功学会了赶紧给你家里人做起来 第二道 要想春天不长肉 就吃凉拌鸡胸肉 我教他春季剪制神菜 盖盖煮15分钟 煮熟捞出头梁 用擀面杖敲打几下 撕起来特别简单 撕好的鸡肉条 放黄瓜丝 胡萝卜丝和香菜 淋上低卡料汁 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这个季节必须安排起来 第三道 经典名菜菠萝咕噜肉 也是大人小孩的最爱 酸酸甜甜 外酥里嫩 真的既香既好吃 加蚝油 生抽 盐鸡精 白糖 一勺葱头油 给它抓拌均匀 腌制入味 倒入地瓜粉 给它抓拌均匀 裹上粉成这种干干的状态 等油温六成热下锅炸 炸至金黄 酥脆之熟 给它捞起备用 锅留底油 倒入一包糖醋汁 下入炸好的肉块 放入蒜末菠萝和其他配菜 给它翻炒均匀即可 香甜酥脆 真的是太好吃了 关键做法还这么简单 第四道 让我每天吃水煮鸡胸肉 它打死我也坚持不了几天 这个低卡板浇麻手撕鸡 就是我的救星 做法简单 香辣爽麻 五块钱的鸡胸肉 冷水下锅 放葱姜料酒去腥 煮十分钟 捞出来放凉后 用擀面杖拍上几下 这样更容易撕成小条 撕好的鸡肉条 加88根黄瓜丝 一把碧绿的小香菜 蒜末小米辣 有条件的加点坚果 补充优质脂肪 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加勒品牌的浇麻汁 调料 最后 用我的手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浇麻鸡胸肉 麻辣鲜香 营养丰富 爽口没负担 赶快安排起来吧 第五道 黑今天吃鲍鱼咸饭 这是我儿子 每周必点要吃的米饭 粒粒分明 鲍鱼软弱Q弹 有菜有肉 营养丰富 关键做法呀 口感也比较软弱Q弹 我家一直都在吃这个福建特产鲍鱼干 它的品质真的特别好 个头金黄饱满 加水泡发48小时以上手 香五花肉给它先煸炒出油 放入洋葱给它爆香 放入虾仁干贝香菇和泡好的鲍鱼 炒干水分给它炒香 放入淘洗好的大米 胡萝卜一米绿豆 加蚝油生抽胡椒粉 盐鸡精给它翻炒入味至上色 倒入味没过食材的纯净水桩 倒入电饭包 按煮饭间大约15分钟即可 出锅前加一勺葱头油和葱花 点缀提香 软糯鲜香 营养丰富 连吃三大碗都不够呢 也喜欢吃的赶紧去动手做起来吧 第六道 现在的豆角好新鲜 拿来和肉末一起炒 真的是绝配 用它半米饭半面条 都特别的好吃下饭 首先把树上摘的新鲜豆角 像我这样切成小丁 锅中油热 倒入豆角 撒上少许食盐 翻炒至豆角断生风饼 起锅油热放肉末煸炒出里面的油脂 加蒜末小米辣 放一勺料酒 少许老抽炒香炒上色 然后倒入豆角调味 加一勺生抽 适量的蚝油 一勺白糖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做法简单 好吃又下饭 你也赶快做给家人尝尝吧 第七道 我们福建啊 万物皆可呛 这个鲍鱼呛肉汤 我们隔三差五都会做来吃 鲍鱼脆爽 肉片滑嫩 关键做法呀 还既简单 口感是特别嫩 得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备用 再把鲍鱼也切成片 将所有的食材放入碗中 加盐 鸡精 胡椒粉 生抽 蚝油 一勺葱头油 给它抓拌均匀 腌制半个小时 入底味抓两把地瓜粉 再用清水给它打湿 翻拌均匀 裹上浆成这种状态 碗水中放入姜丝 等水开了 再把肉片一搞一搞地放下锅 煮个两分钟制熟 加点料酒 盐鸡精调个提味 再放一勺香喷喷的葱头油 再放一把枸杞奶 点缀即可 真口味是三鲜未美 有喜欢吃的 也赶紧动手去做起来吧 第八道 这块罗汉肉叫法有很多 你们那边叫什么呢 今天一肉双吃 做事无效片段 还煮了汤 新疆这边叫干眼 它整块肉都连着筋 怎么煮都好吃 冷水下锅 给它加点姜片料酒 焯水去腥 另起一锅水 加点姜葱 给它煮三十分钟左右 筷子可以很轻松地插入肉里 就差不多了 给它捞出来晾凉煮肉 汤不要浪费 加点白萝卜下去煮汤 我还加了几个花甲 罗汉肉晾凉后 给它切小块 可以稍微厚一点 这样吃起来比较有口感 加点香菜 红椒 我直接用这瓶蒜头酱来拌了 再滴一点香油 给它抓拌均匀了 真的很好吃哦 每块肉都连着筋 吃起来口感很好 汤煮好后 加点盐巴 撒点香菜 非常的清爽鲜甜 第九道 那是福建人年夜饭桌上 必不可少的一道硬菜 齿香入味 肉嫩细腻 每次一上桌 那都是秒光的 三十一条的河蛮给它处理干净了 再给它改花刀 切断鱼骨 不要切断肉 这样切鰻鱼既容易熟 也特别好看 碗水中放入盐老酒葱姜蒜 放入切好的鰻鱼 给它泡一泡 泡掉鱼腥味 再被多一点姜蒜 淋入滚油 给它激发出蒜香味 鰻鱼好吃的关键 就是倒入一包 这个大厨按比例调配好的十指酱 别的调料无需再放了 翻拌均匀 直接倒入鰻鱼中 给它抓拌均匀了 腌制半个小时入味 再给它摆盘 倒入剩余的适脂酱料 等水开 上锅大火蒸15分钟即可 又香又嫩又入味 做法还这么简单 学会了绝对也是你的拿手菜 第十道 天气好热呀 来碗西瓜肉羹汤吧 清清爽爽又非常开 为准备的丝瓜瘦肉 还是一颗网格丝瓜 给它削皮切滚刀块 瘦肉挑嫩一点的部位 五花瘦肉最合适了 底味加点盐 味精 胡椒粉 再加地瓜粉 给它抓拌均匀 像这样干粘的状态 就不会脱粉 底油把姜丝葱白炒香 再倒入清水 把温格先下锅煮开 水开后转小火 把肉羹一片片滑下锅 把丝瓜也一起加进来 开大火给它煮开了再去翻动 这样的汤就很轻 一点盐 味精 胡椒粉调味 再来一点葱段 最后来一勺灵魂葱头油 清清爽爽 非常的鲜甜 这个汤也是闽南人 夏天的标配了 这几天天气好热 这样来上一碗 整个人都精神了 第十一道 我告诉你啊 想吃香菇肉丝汤面 你就像我这样做 三碗不够吃 油热放肉丝炒变色 加葱姜蒜老抽炒出香味 放西红柿丁炒至软烂 加香菇一碗长姜水 放盐鸡精 胡椒粉生抽 水开放入面条煮熟 加一把青菜 零点香油 这样做的香菇肉丝面 香味十足 特别好吃 第十二道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 做一道像这样的东坡肉 都得夸你是大厨 五花肉切成大点的块 冷水下锅 加料酒去腥 开锅煮三分钟 改上十字花刀 更容易入味 锅里加姜片小葱 放上五花肉 能吃辣的 放几个辣椒 倒入一包红烧料 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其他调料就不用放了 加一罐啤酒 不花钱的清水 扣盖调小火炖一个小时 出锅了 这样做的东坡肉 一上桌非常有面子 第十三道 分享年夜饭的 第四道菜 锅包肉 这个视频 你要是能好好看完 也能做出一道 像样的锅包肉 做锅包肉用的 都是猪通级 一盘一斤就够了 然后把肉切成 筷子头厚度的片 切太薄 一砸就缩没了 肉片太大 就在中间来一刀 切好以后 用清水洗一下 这样炸出来更好看 写好把水倒出去 完了咱们准备锅包肉的裤 碗中加入两大勺土豆淀粉 加 入一碗清水 没过淀粉 然后用筷子在淀粉里 多扎几下 让淀粉能快速吸收水分 泡十分钟 再把上面的水倒出去 别到太干净了 碗里留一点 不然太干了 然后咱们抓三把泡好的淀粉 放到处理好的肉里 再抓拌均匀 像这样就行 如果淀粉少了 就再抓点 不怕多 抓匀以后 少加点食用油 最好是熟的 防止炸的时候崩 再次抓拌均匀 炸的时候 就拿起肉片 尽量多沾点糊 再用左手 像我这样刮一下 这样糊就能更均匀 完了 咱们把汁调出来 碗中加入150克的棉白糖 18度白醋加30克 酱油加5克 盐加2克就行 搅拌均匀粘稠度 就像这样 完了咱们开始做 油温烧到六成热 插大葱快速冒泡 把肉片一片一片分开下锅炸 第一遍炸到定型捞出来 用密网把渣子打一下 不然都糊了 粘肉上了不好看 油温再次升到六成热 把肉片下锅复炸 来回翻动 炸40秒捞出来 等油温再次升到六成 第三次复炸40秒 捞出控油 锅留底油 下将丝蒜片爆出香味 下入炸好的肉片 这个时候把调好的汁快速搅拌一下 倒入锅中 开大火快速翻炒15-16下 加入葱丝 胡萝卜丝 香菜 翻炒两下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锅包肉外酥里嫩 酸甜适口 第十四道 天凉了 来一道在东北小时候过年老吃的硬菜 老式蒸肉 蒸肉还得是这下午花 不爱吃肥的 再准备点瘦肉 清洗干净 冷水下锅 大火烧烧开 加葱姜大料 来点料酒 扣盖煮半个小时 煮好捞出来晾一回 不烫手了 把五花肉切成宝典的片 瘦肉用手撕成小块 全部放到碗里 加点葱花姜丝 再来点花椒面 再多倒点酱油 用筷子给它拌匀 找个盘摆个像样的造型 再浇上一勺煮肉的老汤 放到蒸锅 盖上一个盘子 扣盖蒸三十分钟 美食完成 学会了麻烦您给 老弟一个双击关注我 教你一手好菜 第十五道 你知道为什么你炒的辣椒炒肉 辣椒美味 肉还厚咸呢 看完我这个视频你就明白了 带皮五花肉切成薄片 猪瘦肉也切成薄片 螺丝胶切成滚刀块 瘦肉中加入蚝油老抽 抓拌均匀上色 起锅烧油 下午花肉中火炒出油汁 加豆豉大蒜炒出香味 下入瘦肉炒至变色 然后加入酱油炒出香味 全部盛出备用 另起锅不放油 下入辣椒 加白色的盐 小火炒到辣椒变成翠绿色 倒入肉片翻炒均匀 加适量鸡精翻炒两下 出锅装盘 这样做的辣椒呢 辣椒入味有肉香 肉里又有辣椒的香味 第十六道 这样做的水煮肉片 你指定没吃过 九块钱的通鸡 切成厚片 两面粘上干淀粉 找一根擀面杖 反复炸成薄片 起锅烧油 葱姜蒜爆香 下入一小块火锅底料 和豆瓣酱 炒出红油 加生抽 蚝油炒香 下入适量清水 盐糖 鸡精调味 水开煮两分钟 打捞出料渣 下入自己喜欢吃的青菜 煮熟捞出 放入碗中 加入肉片 开锅以后将肉片和汤汁倒入碗中 撒上辣椒面 麻椒面 蒜末 干辣椒 泼热油炸香 就可以上桌了 第十七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美食是青椒肉丝 通级切成0.4厘米的厚片 再切成粗一点的细丝 加入一勺清水 少量老抽 温柔地抓拌到碗里没水 加入一勺水淀粉 抓拌均匀 再来点食用油 防止脱水和炒的时候粘连 碗中加少量清水和料酒 两勺生抽 白色的盐 一勺蚝油 少量胡椒粉 一小勺水淀粉 搅匀备用 锅中油热 下肉丝 用筷子迅速划散 盛出备用 另起锅下姜片 蒜片爆香 下青椒丝 快速翻炒20秒 加入肉丝 倒入之前调好的料汁 大火翻炒20秒 好吃的青椒肉丝出锅了 第十八道 是不是很久没吃卤肉饭了 我教你在家做呀 五花肉切成比筷子粗点的条 卤肉的灵魂是小洋葱 把它切成粗点的丝 冰箱有咸菜的 肉皮烫一下 切成小丁 锅中油温三成 下入洋葱 小火慢炸 炸至金黄捞出备用 锅中下入五花肉 炒出油以后 将多余的油盛出来 锅中加入五块冰糖 一块腐乳 一勺酱油 加入肉皮丁翻炒均匀 加入和肉一瓶的水 将肉倒入砂锅中 加八角香叶 干辣椒姜片 少量盐 喜欢吃卤蛋的 可以放进去了 盖盖最小火煮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 加入洋葱 盖盖再煮半个小时 第十九道 东北名菜青椒肉段 每次下馆子必点的菜 做法分享给大家 猪瘦肉一斤 切成手指粗细三厘米左右的条 加少量盐 料酒抓匀 腌九分钟 碗中加两勺水 少量盐九十九粒鸡精 白色的糖 料酒一勺酱油 一勺淀粉 搅匀备用 青椒用右手掰成小块 腌好的肉加两勺土豆淀粉 一大勺水 抓拌成饰瓶这样 加食用油再抓拌一下 防止炸的时候崩 像这样就可以了 锅中油微微冒烟 下锅炸第一遍 炸到定型捞出控油 油温升高再复炸一次 油温再次升高 同青椒一同下锅复炸三秒 迅速捞出备用 锅中底油 下葱姜蒜爆香 倒入料汁 开锅料汁粘稠 下入肉段翻炒 五下凉拌 戴主盘顿炸